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乔容 我告诉你 美食不一定是在人潮拥挤的地方 这里也可以找到美食 说得对 很多美食都会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 但是只要口碑好 美食家照样会是会有人潮的 不愧是我们最佳主持人口才一流 乔容 我问你 你最喜欢印尼料理的奶道 应该是鸭鸡鸡鸡吧 但是我想不只是我喜欢啦 大概鸭鸡鸡应该是大家都会喜欢吃的料理 对 那你真的来对地方 现在马上带你去吃好吃的鸭鸡鸡鸡 走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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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容 我们到了 今天我带你到 June Delight 前面看进去呢 感觉有点怀旧 复古风 真的看不出来里面尝着美食 乔容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哎 不要跟你讲这么快点进去啦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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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么丰盛的一桌 加了我们今天的主角是哪一道呢 当然主角一定是摆在主角前面 骂一叮就是这一道啦 Excuse me 是我眼前的这个 Nasi Dumbang Nasi Dumbang 听说呢Nasi Dumbang 它的正确读意是Nasi Dumbang 但是呢马来西亚这里的人呢 就普遍把它称为Nasi Dumbang Dumbang呢也有团结的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米饭 硅的是高高的尖尖的 是有这个含义的 我不用想这么多啦 我只会吃而已 来我跟你说这里有什么好料 这里呢就有这个Nasi Dumbang 这个臭豆炒辣椒 还有这个Nasi Dumbang 你看 还有蔬菜 哦 印尼餐少不了的Tempe Tempe 快点吃 快点吃 特地为你准备的 这个Nasi Dumbang 它煮得刚刚好 因为其实啦 鸡肉如果它煮得太久的话 就太硬 但是它这个呢真的是 还很嫩 然后呢再配合这个Nasi Dumbang 醬喔 絕配 我吃的这个是Nasi Dumbang 就是羊肉的意思 羊肉完全没有羊烧味 特别特别的软 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有这个 筋的这个部分 这个Bonging Bonging这个 好 吃完主角了过后 我们就让我们的第二主角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主打 ok ok 在我面前呢 就是我最喜欢吃的Aiyang Bonging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它的鸡肉 ok 看起来很脆 ok 我觉得Aiyang Bonging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辣椒 蘸一下它的辣椒 怎样 怎样 它的辣椒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辣椒呢 是这家餐厅独家秘方喔 我刚刚要去请教一下老板它的辣椒是怎么做的 可是他们说是绝对是独家秘方 绝不外露 嗯 不过 我觉得它是有点辣啦 可是Aiyang Bonging的辣椒不辣又不好吃 所以我觉得Carol你还是不要吃比较好啦 这盘我的 ok 看起来非常辣 但是呢 我愿意接受 勇于尝试一下 是 所以让我来try try这个Assam鱼 Assam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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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特别辣 ok 巧容 你知道我不太会吃辣对不对 然后呢我常常会去到外面吃到一些Assam喔 太辣了 但是呢这个Assam鱼头的辣度我刚刚好我可以接受 而且呢它除了酸之外喔 它还有一点甜味 鲜甜的味道 ok 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尝试一下它这个鹏肉 老板说呢鱼最好吃的部位就是它鱼眼睛下面这个部位 嗯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啦 可能不知道是鱼的脸颊还是下巴的这个部位啦 嗯 那姐我们尝试一下 好 怎样 嗯 嗯 真的很嫩 很软 然后特别的新鲜鲜美 嗯 因为这个鱼头呢是老板每天早上亲自到菜市场去挑选喔 特别的新鲜 好吃 巧容 我们刚才吃了鸡肉 羊肉 鱼肉 现在还差一样 牛肉 这是他们这家店最著名的牛肉丸汤 Bak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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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来巧容 你先尝一尝这汤一口 我先喝它的汤 嗯 如何 嗯 非常的浓郁 听说呢这个汤是老板熬了七八个小时 用牛大骨熬了七八个小时的汤头 非常非常的浓郁香甜 在新加坡这个普遍吗 新加坡其实有人吃牛肉 但是Bak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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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呢不太普遍 但是在印尼呢到处可以找得到喔 原来呢 到我来吃了这个牛肉丸 哇 全部都很大颗 你觉得可以一个小颗的 你看 它这个肉喔非常非常的扎实 而且你可以看到老板非常布丁色 每一根牛肉丸都超大颗的 所以这碗汤喔 全家大家都可以谢谢吃 肉 吃的完嘛 吃的完啦 这么好吃 好吃的东西是不是 是 不要浪费 我喜欢这个辣椒 来老板可以说一下你的营业时间吗 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天十点到晚上九点 然后我们的那个休息时间是每个 每两个星期的星期四 哦 那观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选对日子来喔 对了 老板 来说一下 告诉我们观众朋友们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这里 因为我们的食物真的很好吃 然后价格也非常的大众化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所以赶快带全家大小来吃 谢谢你老板 谢谢你 老板今年几岁啊 23岁 有女朋友吗 OK 不用紧 这个我们私下谈喔 私下谈喔 OK 拜拜 东海岸风味的印度尼西亚餐 太好吃 太过瘾 太饱啦 是啊 很快我们第三集就来到了尾声啦 我很好奇耶 其实第四集你会带我去哪里吃 第四集不告诉你一定是好料 帮我满意 帮你满意 steady 下几天 拜拜